大家好 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级大赢家 今天是涨 涨了八十几点 我想今天是涨没什么特别 因为大家都知道会涨 礼拜六准就知道今天会大涨 礼拜六准应该知道 那至于你不想讲 因为政治不谈 但是就是因为我上礼拜 我上礼拜跟各位讲过 我上礼拜一 今天是礼拜一的 我上礼拜 礼拜五 这边就跟各位讲 我说礼拜一就今天 涨的机会比较大 我说今天应该是不错 今天应该不错 在这边就讲 今天应该不错 那为什么可以预测到今天应该不错 因为这里是这里的关系 这四天的关系 因为这四天的卖压 你注意看这四天的卖压 是跟这个不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就随便看就知道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在选举之前 大选之前 曾经有几天的时间 从1万2197点 连跌四天下来 对不对 就连跌这四天嘛 那这四天有没有什么市场 国际股市有没有什么利空 完全没有 你看这四天一二三四 对不对 国际股市有没有崩盘 没有啊 我们国际股市就看这个就好了 你就美国市大指数 其实走失都超不了多少 亦步亦趋差不多 那国际股市 有没有重大利空 就是只有这些股票调整 这个没有要选举 但是它也是有涨多调整 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 这边也有调整 所以大概就是那时候是 除了选举之前的一些卖压 加上亚洲部分的股市 也一样涨多回档 大概是这样 做一个正常的调整 那你正常的调整 它会不会直接下去 一定要看美国 我讲过你就是看美国就对了 如果美国股市没有大跌 外资不会卖股票 这是规定的 那美国股市上个礼拜五 虽然是有开高走低 可是它还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你看周K线来讲它还是红 有没有看到 它是一个涨势 只是涨势总是会停下来 一个涨势总会回档修正 一个涨势 只是现在还没开始 现在还没有发现 但是确实上个礼拜五 它还是一个涨势 K线还是红 那日K线来 日线来讲讲它没有关系 这样子开高走低这有什么关系 这边还不是一样开高走低 看多了嘛 那既然这种情况之下 台北股市会不会大跌 不容易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尤其是我们已经先跌了这几天下来 一二三四对不对 这选举之前的一些卖压嘛 那因为选举之前大家会有一些总是会有人觉得会有变数 那正常啊你正常的行为你这样子想没有问题啊 所以总会有人想要减少它的股票 减持它的股票 减持股票不一定是卖掉啊 董事长你要有个观念啊 你说大户啊它有10亿卖1亿 对你来讲1亿很多啊 可是对他来讲他还有9亿在 可是这个大户卖1亿 那个卖1亿 10个就卖10亿 你知道我意思吗 不是一个人卖1亿就算了吗 这市场里面不是一个人 所以只要他卖一点点 他卖一点点 他卖一点点 加起来就很多点 你知道我意思吗 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特性 但是他们会不会出清 清光 清光的话怎么可能才跌420点 如果说这边大户或者是主力 或者是外资把股票清光 怎么可能跌420点 那不可能跌420点就停下来嘛 所以你这样跌下来之后 台积电它也跌到这里 开始上个礼拜就开始反弹嘛 那反弹之后 它还是一个区间嘛 是不是 台积电这边325嘛 它没有跌破嘛 325没有跌破324啊 我之前讲过啦 就是这个点跟这个点 中间的345块 这边做区间整理嘛 那高点一样到345嘛 低点325嘛 它没有灌破啊 这里没有跌破啊 所以它还是一个区间啊 那它是区间大盘就是区间啊 大盘就是这个区间嘛 是不是 就是这个区间之间嘛 这有什么问题 这个高点跟这个低点啊 这个区间嘛 所以那接下来怎么做呢 接下来又麻烦了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除了选举结束了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下礼拜一就要封关了 1月20号啊 那封关 封关比 其实我认为封关比选举还重要啊 因为选举是 大家习惯啊选举有什么好谈的 不晓得大家为谁选几次啊 有什么好讲的 选举就是这样子啊 如果说老师他选举有的股票跌停板 比如说这个股票跌停板 这个股票跳空跌停板 这个是做饭店的 这个股票跌停板 这个做旅行的跌停板 跌停板 我跟你说你如果买这个跌停板 你要怪谁啦 你不是在赌吗 想也知道你一定在赌啊 我没有在批评你嘛 我只是说你今天会买国宾的人 礼拜五去买国宾 那你就在赌博啊 难道不是吗 你要怪谁啊 你就是赌博啊 你买台积电就不是赌博 你买鸿海也不叫赌博 但是你买国宾就是 我认为你就是赌博 对不对 你就是赌博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怪人家嘛 你不能怪谁啊 因为你自己要赌的 比如说这个啊 今天跌停板的股票直接跳空 让你跑都跑不掉了 那你是不是你自己在赌博 不然为什么别人不会买这个 只有你会买 是不是 你知道我意思吗 这个嘛 但是这个不重要嘛 因为这个只有一天反应而已啊 它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啊 它不会反应 它不会反应很多天啊 这反应一天两天的就好了 这只是意思意思嘛 因为这个就是选举之后 总是会有这种情况嘛 但是那个不重要嘛 如果说今天 选举的行情影响盘是这么大 那我可以跟你讲啦 如果真的影响这么大啦 我跟你说啦 这支股票直接跳空 跳空涨停板啦 它也不可能说只有涨这样啦 这支股票也会直接跳空涨停板 也不会只有涨这样啦 我可以跟你讲真的啦 如果真的影响这么大的话 这个直接跳空涨停板了啦 或者是这个直接跳空涨停板了啦 对不对 所以根本就不是在反应这选举行情啦 如果次的话那就跳空涨停板了啦 那可见是什么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嘛 这没什么好 这个对于行情这种走势 大家已经都是平常心 所以今天基本上它也是平常心 所以今天开盘开高之后 它一度会有一些卖压 那就是因为有些人就是自己乱想 因为今天一定是涨势 那早上开盘开这样算是涨很少 那既然涨很少它最后补上来嘛 这个是等于是什么 这个涨势是在什么 在交代这边的下跌嘛 为什么因为选举之前的观望 选举之前的观望嘛 那跌了四天以后反弹两天亮说 那就是决定在今天 那选举之后的一定是会补回来嘛 因为选举之前的卖压 那些卖压看到美国股市没有跌 它会补回来嘛 尤其全值会补回来 这是规定的啊 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啊 但是现在目前来讲走到这里来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嘛 重点是封关嘛 1月20号封关嘛 那每次封关的时候 我们就是开始在讨论说 要不要报股过年嘛 就像今天我盘中的时候 非凡台连线 主播就开始问我说 要不要报股过年 那我就想说会不会这样 问不会太早了 今天才礼拜一了 那还要 那报股过 那1月20号才封关 那我明天都不晓得怎么做了 我这礼拜都还不晓得行情 要怎么走了 我怎么知道要不要报股过年 但是当然有些人说 你报股过年 那你是要赌博啊 有些人就是讲说 过年后一定会大涨 那你就是赌博不是吗 你用赌的就不要跟我讲 是分析行情 赌博大家用抢的就好了 用抢堵的就好了 你用抢的啊 用抢的那会准不准那种油的 那是本数呢 因为1月20号是礼拜一嘛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下礼拜1月20号到24号 这样子五天 国际股是不是都有开盘 没有错吧 那我们放假到1月30号 我们才新春开红盘 所以下礼拜 下下礼拜 这样子我们有七八个 大概有八个工作天 八个交易日 国际股市都有开盘 那国际股市都有开盘 我们在1月30号才开盘 对不对 那你这个八天不是一两天 八天不是一两天 八天等于一个半礼拜 那国际股市要产生什么样的变动 你会知道 你有把握 我根本没把握 如果你问我 我根本不知道 因为一天两天 我们就有说算不准了 你知道吗 何况是八天 那八天谁有把握 你有把握 你有把握你就是赌 那赌的话没本事 赌的话赌对了 就赌对赌错就赌错 刚刚不看到吗 你赌对涨停板 赌错跌停板 你要赌啊 不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如果我个人的目前的看法 我认为 就算是你要报股过年 一个前提 我在LINE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加上LINEX193008 我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要报股过年 你告诉你自己说 我要报股票过年 一个前提 你报了这张股票要赚钱 要赚钱的股票 才可以报股过年 我个人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操作的一个 基本上的特性就是 做对报做错跑 我们也不会接受套牢 也就是说如果你股票 也是已经是赚钱的状态 不管你赚多少 你赚越多的股票 当然越可以报股过年 但是如果你是这张股票 是获利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可以允许 可以接受 因为你顶多是把赚的钱 把它又吐出去而已 最多是这样而已 何况也不见得吐出去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国际股市大跌 过年期间大跌重挫 那你顶多是把赚的 还给人家而已 但是如果你没有报股过年 你又没有办法参与比赛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如果你的股票是套牢的 你报股过年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的股票是套牢的 输钱都已经赔钱了 那你凭什么报股过年 你赔钱了你还要报股过年 那你不是就赌徒了吗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这边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欢迎回到大家节目 所以我常讲就是不要跟市场争辩 我们任何一档股票都是这样 涨就是涨了 跌就是跌了 不要争辩 不要讲基本面很好 讲那个没有用 因为在跌你一直讲基本面很好 它还是跌 在涨你说它基本面很差 好做它还是涨 这个是市场的特性 你看今天的行情 其实今天的行情 也没有你想象中 这么的激情 它不是 其实它是蛮平稳的一个行情 我来讲几档股票就好 常常有人跟你讲说 股票不要追高 我不认同 我认为股票要追高 我认为股票不要低节 这是我一贯鹰派的讲法 就是这样讲 当然我现在跟你讲的股票 不是不表示我买的股票 我只是告诉各位一个方法 例如像翔硕 它是AMB的相关供应链 对不对 这IC设计股大家都知道 它有没有开涨停板 没有 所以表示它跟选举无关 如果今天是因为选举的关系 让它开盘涨停板 那它就是涨停板了 它没有涨停板 它开盘没有涨停板 它开670 那670对于一档658块的股票来讲 它算是平高盘 它也没什么特别 但是它开高之后 慢慢的慢慢这边当冲冒科会进来 因为它强势 那为什么强势 因为它过了高点 过了高点就要追 按照我个人看法就是 你过了一个平台 你就要追进了 那当然很多人不认同 那不认同那没办法 那不认同 那是光光拍电 那是你的事 我是鹰派我就是要追的 你不能够接受认同追高 那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你的想法 你知道我意思吗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如此 就是追 了解我意思吗 那你想想看 那过了高点以后 它产生顺风口 那你说它这个股票 它就这样冲出去对不对 它没有压力的就冲出去 那它今天的开高 左高涨停板 跟选举是不是无关 是完全是技术面的强势 是不是完全这一档股票 本身条件够 技术面的强势 是这样解释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那我再讲一档股票 自贸也是一样 这个一样是做3D感测的 一样是做检测的 一样 它这两档股票不好操作 老实讲 它一直常常在整理 常常在整理 对不对 那今天什么情况呢 它一样 它一样过高点 开高 它开高它也没有开涨停板 它也没有开涨停板 它只是开高 而且还压下来 它没有开涨停板 所以跟选举无关 那你看到这种情态 这样子上去 当冲茂克是不是进来的 那你说老师 那股票要追高上去 本来就是要追高 股票本来就要追高 我讲过股票 你任何一档强势股 你都是必须要追高 你必要时就是追高 因为有时候它就不会回撤 你了解我意思吗 有时候有回撤很好 量缩买 可是它不回撤 你还是必须要这样做 你了解我意思吗 那你说老师 那这样子就对吗 当然对 因为追高都在赚 而且都是法人在买 绝对不是你买的 这些股票一定是法人进来买的 不然它怎么会涨停板 一档股票会涨 绝对不是你买的 你要搞清楚状况 没有人拿钱来买它会涨 这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那一样的道理 有些股票会跌下去 涨多以后会跌下去 那一定有人卖 那你说好像上个礼拜以前 还不错 这涨势的被动原线 我们讲华欣科就好了 那你看这个 就一定有人开始在卖了 因为你说它会不会永远都在买 比如说我们这个你看 这一波涨上来 大家都知道是投信加码上来的 那投信这边的话 持股几乎也是等于零 在前面之前 它几乎是都已经把持股弄到零了 减码到零 后来它补了一万多张上来 就是因为投信补它追嘛 它没有追会涨 就是它你买不会涨 它买才会涨 那可是现在来讲 它会不会每天都买 不会它会变成卖 它涨起来以后就会变成卖 你知道我意思吗 它不会永远都投投资华欣科 如果一直投资华欣科 它就没有钱去买别的股票 这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是不是 那我不是说华欣科好不好的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像这个涨多了 不是叫什么涨多了 就是因为正华欣过大 它偏离季线这么遥远的情况之下 它当然要往季线 或是往月线这个地方来量收回撤 我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说 被动元件你不要买 在这个地方我就叫你一直不要买 到目前为止都还不要买 因为它还要再静下来 还要再量收的更低 而且当初贸客要更少 它才能够让它指稳下来 因为它这一波来讲涨太大了 这波涨得太夸张 涨太快 涨太快 它必须要走这条路 就是要回头回来量收 那现在目前来讲 你也不用太照进 像这个 就不要随便去买 我宁愿让你去买这个 买这个 来追这个 因为这个起涨 这个正在涨 这个整理之后再涨 可是它没有整理 你了解我意思吗 就是这个观念 这样懂我意思吗 因为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做法 是 是鹰派的 是积极派的 我们不会 有告诉你说 什么拉回涨买点 或是买什么 基本变得很好 我们不讲那种东西 那没有用嘛 你讲那个东西它还是不会涨 了解我意思吗 我们再看一档股票 比如说今天 一样是台积电供应的金顶 这个许久没涨了 它开平盘 盘充到涨停盘 那你说它也不是因为选举的关系 如果因为选举的关系 它开盘要涨停盘 它怎么盘中 它怎么没有涨停盘 它开盘没有涨停盘 而且还一度翻黑了 对不对 那可见就是当冲茂克进来的 当冲茂克进来 把它弄到涨停盘 那它就是一样 像这种 涨多了以后 正关于过大 它必须要经过整理量收以后 才能够再启动 那我讲这两股票的意思 就是套用在这里 这时间整理不够 那你时间整理过了以后 人家一拉就涨停盘了 就是大概这样的 那你说基本面有没有变 一样 都一样 都一样 一模一样 股票就是要钱才会涨 所以你看今天很多的股票 它也没有一开盘就涨停盘 那它为什么能够涨 就是钱拿过来了 那我再讲一档股票 你说这样这种股票 我一直像强奏说 好 一高基期在涨的股票 你也许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像这种已经有整理的低基期的股票 它这个是5G的相关供应链 我想它基本面不用谈了 大家都用铜箔基板都非常熟 那经过长时间的整理 对不对 它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拉长整理 虽然跌的不是很大 对不对 但是它有时间来调整 是不是 像这个股票是有时间来调整 那你有时间调整之后 你看慢慢的打底之后 慢慢的扭转月经线往上走 因为月线往上走 基线往上走 代表短空加中空 那慢慢的打底 双底之后 这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打底方式 你知道我意思吗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SIP的做封测的 它也是一样长时间整理之后 打了两个底 然后上去 走一个反弹坡 你要解我意思吗 走一个反弹坡出去 那这个也是一样 它打了双底之后 对不对 那你说它要上去 必须要有成家量上来 就像这个 你没有成家量它怎么动 像这个量缩的情况之下 它怎么涨 要有钱才会涨 那你看这个也是一样 对不对 那这个谁在补了 你如果是你买的不会涨 我已经跟你讲过 如果是你买的一定不会涨 一定要这些人买 投信来买 投信这边卖 这边开始买 老师那投信怎么卖低的买高的 本来就是要这样规定 要这样做 本来要卖低买高 法人都是这样子 卖到最低买到最高 这一定的 都是要这样做才对 对不对 所以当然 当然涨起来 一定他们买的 不然怎么会涨呢 跌下去一定他们卖的 不然怎么会跌呢 你卖怎么会跌 你买怎么可能会涨 这一定要有人来买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投信再补 那再补的话 我们这 季线往 月线 我还是扭转向上 以后对不对 它就会先攻到季线以上 这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所以我不是讲过像这种股票 另外像这种 智邦这种股票 你也要注意 一样的道理 它一样打到双底之后 形态上差不多 像这两个股票 它形态上跟这个很类似 跟这个就很类似 是不是 不是 这样懂我意思吗 那这个股票 是不是基期比较低 像智邦 像这年冒 是不是基期比较低 它也不需要 让你冒了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但是我还是主张要追高 我就是主张最有效果 就是股票就是要追高 那个效率会最大 但是因为 你要叫人家追高上去的股票 很多人 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那我也没办法 但是像这种 量收低档期 低基期的股票 可以接受吧 那连这个都没办法接受 那要怎么 要我们怎么讲呢 你了解我意思吗 那你总不能买 那个破底的股票 破底的股票才不好 所以 这个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那我觉得说 就是目前来讲 封关前 容易封关前 就是操作短线就好 还是做多 还是短多就好了 那至于要不要报股过年再说 那还有一个礼拜时间 讲那么遥远干什么 眼前把事情做对 明天做对比较重要吧 而不是讲到过年以后 能不能做对 过年以后 美国股市会不会产生什么变动 你会知道 你知道的话你就是赌 就像今天 很多人不是赌 那个选起行情 一开盘股票就跌停板 那你就是要赌 你没有赌 怎么会跌停板呢 你了解我意思吗 你买台积电 怎么会跌停板呢 这个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所以股票市场 原本就是有风险在 那你任何的操作 一定要付出相当大的一个风险 那我还是一样 做多的股票才保留 做错就赶快跑了 做股票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那你也可以加入 LINE AT EGO 3008 我想这个盘前盘中 盘后我都会有一些经验 或者是一些看法 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 那这盘式 但是我认为这礼拜都还会不错 今天涨了以后 但是不表示说明后天 还是要继续涨 但是这礼拜基本上 行情非常有机会 在攻破这个前波的一个高点 行情应该都还不错 所以适合还是做短线的一个 多单的操作 那建议是做这个低基期的 中小型的股票 这样子的话 比较容易赚到市场里面的钱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